发挥爱心照顾长者广慈慈善协会 发现新竹县兼十乡长者多 其中中低收和卧病在床的不少 每个月光是尿布一人就要花费7000元 因此号召30家爱心团体 合捐45箱尿布和看护店 也送上百米物资捐助入室家庭 从货车上搬下一箱箱物资 广泽慈善协会号召指责工 狮子会和射箭福伦社等爱心团体 捐赠兼十乡公所长者尿布 乡内有100多位久病在床的一个弱势团体 有相关一些长者比较容易失禁的 也是我们服务的对象 希望能够加强我们成人子尿布的一个资源的一个汇集 那希望提供给我们乡内弱势的族群 让他们没有这样多的一个经济的负担 那非常感谢我们所有社会团体 及社会善心人士 坚持65岁以上长者超过千人占了一成 而中低收入握柄再长的就有100人 每人每天要使用超过6片尿布 一个月就增加近7000元支出 对弱势家庭经济是一大负担 广泽慈善协会就号召30家善心团体响应 一同捐赠看护店24箱尿布21箱 让需要的民众领取更能妥善照护长者 看护店成人子尿布 那我们就觉得再算一算 它每一天应该用到6片以上 那他们的不足 那所以我们就号召这些公益团体 那除了捐米之外 我们就在监止相公所把这个部分 能够送到每一个需要我们来帮助的伙伴们 把这个物资能够应用到淋漓尽致 这个也能够做到一些抛砖引益 我们希望把这样的资源 可以广泛的去给偏乡的 比较有缺乏资源的地方去使用 除了尿布之外 也捐赠1500斤白米给教会 提供21户重病患 长者和单亲家庭 近期也会举办爱心意见 让爱持续散播 感受社会温暖